大家好,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很有趣的话题,那就是在台湾非常流行的送餐服务。 你们可能不知道,送餐服务在台湾非常竞争,这种服务的普及程度可能会让你惊讶。 台湾是一个美食的天堂,什么都有,而且快速便利。 这也是为什么送餐服务在台湾如此受欢迎的一个原因。 只要你想吃,无论是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、还是夜宵,你都可以通过送餐服务轻松订购。 在台湾,有很多送餐服务公司,比如Foodpanda、Uberlitz等等。 这些公司的应用程序非常容易使用,只需几个点击,你就可以订购你喜欢的食物。 这种便捷的服务,使得台湾的送餐业务非常繁荣。 然而,送餐服务也带来了一些问题。 例如,环保问题,因为送餐服务会产生大量的垃圾。 还有就是送餐员的工作安全问题,因为他们需要在繁忙的交通中穿梭。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和思考的。 总的来说,送餐在台湾是非常流行的。 这不仅仅是因为台湾有各种各样的美食,还因为送餐服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 但是,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带来的问题。